2024总统大选逼近 不过到现在再也整合 迟迟没有共识 究竟民众的看法如何 我们先带您看到最新的民调数据 针对国民党和民众党 有没有可能合作成功 推出一组候选人来参选总统 58%的民众认为蓝白和不可能 21%认为蓝白有可能会合作 剩下的21%没有办法判断到底结果如何 蓝白和议题将持续久都没有进展 媒体人陈辉文就在政论节目中点名了 朱立伦 柯文哲 侯友宜三个人 不要再歹戏脱棚 而且说呢 其实蓝白双方早就已经谈好了 现在只是在演戏更痛批 这三位演技都很差 蓝白和暂时没有够事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主持中常会 根据文传会主委以及发言人的转述 他们说中常委在会中面对蓝白和的议题 表达乐观立场 希望可以尽快促成蓝白和 而且会是最大的民意 侯友宜26号受访时表示 目前由政党协商来共同面对 讨论出最棒的合作方式 至于柯文哲形容 民主初选就像批双 蓝白和陷入僵局 只好诉诸政党协商来处理 中常委的王伯伦则是提到 不管什么样的形式 都希望可以再把鸿海创办人 郭台铭纳入整合考量 那蓝白和从胶着到摊牌 侯友宜搬出了相亲记 但柯文哲以批双来形容 聚婚的态度是相当的明显 侯友宜从原本的主张开放式初选 到提出折中方案 最后在媒体专访中 释出民调初选各半的最终方式 三次让步 不过柯文哲寸步不让 双方都不愿意当蓝白和破局的罪人 而且进入政党协商 谈判的变数就会变得更多 不过即便蓝白和互友为辞 话却没有完全说死 相亲不成 就看政党协商的延长赛 能不能谈出民调 明镇隐的工程 明镍连钉 明镇隐的工程